有臉沒有臉吳斯汗 遺物怪人群 帶商上陣氣到拍桌 花蓮縣五黨籍議員林元富 指控一名小十歲的小鮮肉 也就是花蓮極安分局警分局長 造成他和妻子失和 對此對方不忍了 跳出來要告了 林議員針對本人與其配偶 有過重聖命言行的不實指控 以對本人的名譽造成了嚴重 而且難以回復的傷害 逾越了議員言論免責權的保護範疇 議員更爆料妻子 有一支與對方聯絡的專用手機 19號晚間 妻子為了這支手機抽出一把刀 救往他刺 造成他大量失血又昏迷 但林元富妻子 同時也是新陳鄉民代表会主席 陳秀玲反擊 林先生會受傷 是因為在酒後動手 基於正當防衛下 不得不得防衛行為 分局長吳斯汗 你下了什麼指導棋 怎麼會變成家暴案呢 明明是兇殺案 你用家暴處理 在此要嚴正駁斥 相關的程序都是由派遇所的遠景 以標準的作業流程來進行 昔日夫妻如今隔空喊話 三人間的關係攤在陽光下 外界也是物理看花 三十七位旅行地區歡迎從我們報導